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受到疫情影响导致间隔了好几年的微博之夜终于要来了 这下,又可以看到内娱流量明星在红毯上争气斗艳 随住一轮又一轮的官宣明星嘉宾 此活动官方把粉丝们的胃口也可以说是调到了极致 像是微博之夜这类型的活动 其实就是流量粉丝竞技的场所 又不是什么含金亮的奖项 也不是什么时尚圈的盛典 但是能在这个活动当中遥遥领先 无疑就是等于明确了明星的流量身份和对应地位 对于目前暂时还可能没有办法用眼睛来证明自己 或者说一心就只是想火 想做个流量的明星 这个的确是个能让大家快速看见自己的好捷径 而这场活动为了营销造势 可以说是把能利用的互动花样全部都利用上了 甚至就在他们官宣出席嘉宾的微博底下都要举行一场排名 因为在微博底下的空评 控制评论 看谁家粉丝能够占据的位置最多 眼赞的数量最多 就能够证明哪个明星如今最炙手可热 为此 他们出炉了空评最新结果 评论排名前一到十 全部都是王鹤蒂的粉丝 最高点赞量达到7.3万 紧随其后的第11名 是刘玉宁粉丝 眼赞量达到4.9万 排名第12的才轮到龚俊 据说 在这条微博底下 王鹤蒂的粉丝训练有素 团结一致 从最开始并没有取得绝对性优势的前提之下 都没有放弃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凭借其刷刷的队形 最终拿下了空评的前排 惊死一亿 不少人都在说 龚俊糊了 也在大家的记忆里 当年他靠住山河另一举成为了迹象肖战 王一波之类的顶流 网上为他似的腥风血雨 和前CP大战好几个回合 这些一桩桩 一件件的绯闻一事 好像还历历在目 没想到 转眼就两年时间已过 在这段时间里 龚俊却并没有持续发力输出 没有拿出来任何在值得大家惊喜的作品 虽然陆陆续续 不停地有在跟大家见面 播出一些剧集 但是似乎都收效甚微 这就间接使得微博之夜的一条关薛微博上 他输给了王赫蒂和刘雨宁 算起来 微博是正儿八经里面 有粉丝在给爱豆做数据最多的一个平台 能够比较的榜单也最多 其他几个短视频平台 或者是弹幕网站和小某书 并不具备住很高的参考价值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在小某书 王赫蒂和刘雨宁的人气一样 也是遥遥领先 数字亮眼 谁都知道 王赫蒂才是去年新晋的刘亮 而且还是从好久没有出过爆款男演员的BG赛道上逆袭 此时的人气正高是理所当然 只是 让人意外的是 从一个小直播间走出来的歌手刘雨宁流量被大家低估 分明在和刘诗诗一同拍摄古装偶像剧《一念观山》的时候 还被大家笑话是古装丑男 被只配不上刘诗诗 但其实 细看她的外形很优越 1.9米几的大个子 皮肤白皙 骨相也不错 很有可塑性 讽刺的是 就在龚俊等待播出 与女顶流迪丽热巴合作的一部古装偶像剧《安乐传》中 刘雨宁是龚俊作配的存在 这部剧才拍完没多久 这个流量的标签似乎就要重新定义一下了 不过 过去的两年 龚俊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干 除了刚才已经提到过她和迪丽热巴这个女顶流合作的《安乐传》等待播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女顶流杨幂 龚俊也与之合作拍摄了一部大批改编的《狐妖小红娘》 只要等《安乐传》和《狐妖小红娘》播了 龚俊再圈回来一些粉丝也不是难事 可是 这些都不一定能够达到山河令当初取得的高度 总的来说 大家也没能想到《男流量》这边竞争如此激烈 有些人看似红旗招展了很长时间 但没想到却被人弯到超车 有些人暂时领先 却不意味着后期会一直保持状态 那接下来 故事会怎么发展 敬请吃官网友作弊上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